花蓮县议会召开有关大臣一村公有房子长期交荣民占用并且申请建造的政案会议 召集人谢国荣还有议员林元傅都来听取大臣一村民众的陈情 也邀请了花蓮县政府和国有财产局来进行讨论 谢国荣他要求过财产局要查明是否有违规使用并且依法办理 同时也折其现场会刊来厘清建物的所有财权 花蓮县议会召开有关大臣一村公有房子长期招荣民占用 并且申请建造专门会议 召集人谢国荣 县远林元傅 郑宝秀 李正文 迪布斯一代 民意里的李明门 花蓮县政府和国有财产局共同召开会议 民意里里里长云春游则是说明整个案件的缘由 你看这个花蓮市原姓蔡姓两市民未经核准 但是新鲜建筑物被送来又判了 可是判了不久以后 他起来高明了 这个什么建筑制造是怎么样的 这个是走法律落洞还怎么样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的 他就发给建筑制造 就开个正式起造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这个怀疑 第一个 地方税务局 是凭什么发这个房子税资料给他 认定的房子是他的 很有功能是国有财产局 你为什么可以配合他 盖房子在成租周边的土地 给他配合他盖这个房子 本来他的房子电机太小 这样起到屋里没办法这样盖 但是国有财产局配合他 成租周边的土地给他 让他能够这个盖成两楼半 新研修工理做出财势 这个有登陆跟没有登陆的话 应该要把资料送到我们先一位 好不好 好的 登陆的路上 没有登陆的路上 没有登陆的路上 把你这个像我们的 不然的话你去把那个 把那个图画出来 没有登陆的就两个叉嘛 还是怎样嘛 把它图面做出来 对对 好不好 那我人家 以后里长比较好处理事情 然后最会获守还是我们事先处 不然如果欠钱 欠百贡钱 他如果想到有帮手啊 如果是土地还是会有残疾的 然后第三个是他 睡醒是他的 你就拍卖他 然后一起这个结婚出来 是你事先处的问题 他学后啊 你回去想办法看看 有什么解决的方式 哦 也是不够出来啊 不然的话我们这个里长也不好当 你老的旧房子太多了啊 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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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进行转查 找出当时的规定 并将该建筑已经登录 未登录 财产列册送到本会 而建筑是否有违规使用 依法办理 换一些会进行会排定现场会刊 来解决地方的问题 记得转移和转发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